人家孩子为了咱公司加班加点 生日都没过 你说咱这当老板的 这么的 小倩啊 来 这有三百块钱给你 给我的啊 一碗嘎嘴汤用不了这些钱 什么玩意 我喝嘎嘴汤从来都是赦账 那顶账吗那就 你顶什么账 我跟你说 去买个生日蛋糕 给丹丹送过去 让他过个生日 好嘞 给我二骨骨骨赵铁丹买生日蛋糕去了 这事能抄抄吗 你知道街坊邻居们听见不得误会啊 街坊邻居们一听见不得给二米粒说啊 二米粒把我两条腿打折了 你伺候我啊 是哈 二姑父 那我嘴不言呢 我二姑一问我肯定说啊 我跟你说王小倩 这事很严重 跟谁都不能说 知道不 行我知道了 去吧 等会儿 干啥去啊小倩 我二姑父 让我给赵铁丹买生日蛋糕去啊 你这个嘴是不言 刚跟你说的 不能说嘛 是不是你问你我嘛 我问你也不能说 记住没 我知道了 打死也不说呗 打不死也不能说 打死打不死都不说 是不是 都不能说 我知道了 干啥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脑子 哎呀 哎 哎呀 小倩啊 我来 前世芬 哎 媳妇 你你不出差了吗 啊 那个 大雾航班取消了 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一声啊 我想跟你打电话 没电了 你看 那你咋不直接回家呢 我饿了 想喝碗嘎唐汤 明天回去吧 一会儿我就回去了 哎哎哎 老年我刚好 二姑父 你让我订你蛋糕 我给你买回来了 二姑父 二二二二二二 二姑父 行啊 前世芬啊 不是喝碗嘎唐汤吗 啊 这蛋糕给谁买的呀 啊 小倩我说啥来着 你二姑就是多疑 哎呀 亏了你在这 媳妇 是这么回事 刚才我这不进来 喝碗嘎唐汤吗 小倩说呀 今天是咱们公司 赵铁丹丹丹丹的生日 我就掏了点钱 让她买了个蛋糕 给她过个生日 前世芬 你要跟我撒谎 你可想好了下场 我给你撒撒谎啊 小倩刚买回来的 你问问她不就完了吗 倩啊 跟二姑说实话 这蛋糕给谁买的呀 我不知道 我小倩 你咋不知道呢 刚让你买的 你跟你二姑说实话 快点 我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 我小倩啊 钱顺发生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人家网友签不知道 你让人去知道什么呀 你告诉我知道什么 我发现你现在演技 是越来越高了 出差 飞机晚点 喝嘎唐汤 然后买蛋糕 被我撞上了 往人赵铁丹身上推 各位 有意思吗 不是 我今儿跟赵铁丹 在一块工作一天 他怎么没跟我说 他过生日呢 人家 我告诉你 钱人家 你现在就给我整的 没有用的是吧 你这时候你得说实话